为了发扬和保存香港传统文化 7月2日 一群之力传承香港文化的义工团队 在北加旧金山班区苗壁达市 举办海外的首场香港节 美国香港人会馆的摊位 展出红色油桶模型 教科书 巴士和建筑物等 呈现了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香港文化 被迫离港两年多的承祥认为 香港文化体现了殖民地被建设的一面 如今却面临强权侵蚀 香港节深受欢迎 也展现了保存香港文化的必要性 香港文化很罕见的 世界独一无二的中西结合的精华 菠萝油 鸡蛋饼 沥仔糕 这些东西都是我平时在香港 很喜欢吃的东西 主办方表示 初期估计活动会有2000人参加 没想到最终有超过6500人到场 这是我来到香港最接近 我需要接到接下来 我们从香港和中国的经历 从香港和中国的经历 这很棒的 我喜欢 看看美国现在 美国那边的香港人的香港精神 看看是怎么样 都会带他去看看 什么叫康乐棋 什么叫书法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都一样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很容易接触香港人 这是一个真正的事 他们想分享他们的文化 和观众 主办方表示 下一次香港节预计会在洛杉矶举办 新唐人记者谷耶锡 徐展成 加州湾区采访报道 每一天的消费 一天的消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